大家好,我是老猫 我家二楼卫生间里的这一盆檀花 我一般叫它小檀花 这是因为我是两年前 用一楼的那一盆大檀花的一片叶子 插了这一盆 两年过去了 今年六月份开始 它开始开花了 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三个月的时间 它一共开了十多朵花 今年九月份多伦多降温非常厉害 所以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花苞 最后长出了一个花苞 在九月份也没有开出来 而是在十月二号这一天开放的 十月二号的这一天 多伦多出现了罕见的高温 气温28度 体感35度 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 温暖的十月的夜晚 我的小檀花开了今年花季的最后一朵花 也算是一个完美的收官吧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喜欢我的谈花或者喜欢我的猫 或者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哟 加拿大老猫的花样年华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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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